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今儿啊,我看有的朋友在我的频道底下留言说 三喵三喵,你能不能聊一聊你是怎么做抑郁症里面走出来的 那行,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那咱们今儿就聊一聊 刚好也借着这个话题聊一些今天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今天我录的时候是这个2022年这个8月11日的星期四 可能播的时候会是明天或者后天 你好,先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 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这个这位朋友,谢谢您 您是对我是有急言啊 说我这从抑郁症里走出来了 其实我还没有走出来 我这是被确诊的重度抑郁症 到现在还在跟这个抑郁症做斗争啊 你要说这抑郁症的成因跟这个原生家庭有关 也就是说我这父母 我其实你要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说自己父母不好 其实是被说说是不孝大不敬这种行为 但是呢,想到过去的事情我也只好这么说了 对吧,那个前两年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孩子叫张一德 我不知道那些孩子们 我不知道这个屏幕前面的朋友们听说过没有 那个张一德 他的父亲对他就是那种无孔无辱的那种入侵式的那种 包办式的那种所谓的父爱 我一直觉得溺爱不是爱啊 溺爱实际上爱的是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孩子 后来那个张一德成绩也非常好啊 然后这个考上了这个应该是南加州吧 还是这个大学我给忘了 然后这个2021年时候然后就自杀了 对吧,然后他爸爸在朋友圈里面说这个尊重他最后的结定等等的吧 当然张一德他父亲因为这件事情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口诛笔伐啊 对对于张一德是怎么去世的啊 网友们大概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猜测不要去评论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他大概是这个抑郁症啊 这个就就可能就自杀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那么我只能说啊 我这个很惭愧 我这个学业上不如张一德 对吧 张一德他自己的托福不是考了118吗 很惭愧我也才115分 对吧 这个张一德是去到国外去上了大学的 很惭愧 我在北京读的大学 学业上比张一德差的很远 但是呢 我觉得我的这个比张一德幸运的一点就是我还活着啊 现在给您说话的这个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鬼啊 对也就是这点幸运的 虽然好像说我的年生家庭里面啊 就是我的父母对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那种苛刻 甚至到了一种不近人情 然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那种爱 我给大家取个例子 就是那个我上中学的时候一次啊 我考了个班里第二 而年纪第二来着 我爹差点拿着刀往我脖子上砍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第一名是他下属的孩子 他觉得特别丢面子 你知道吧 然后对他可能有PTSD 就是这种造欲症或者什么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PTSD也好 这种造欲症造狂症这样的东西也好 有他的成因 但是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应该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把这些东西给发出来发到外面 对吧 那这样的一些东西 包括有一次这个在电话里面跟他吵一下把他吵得挺不开心的 然后那个我高中的那个学校里我的那个家大概是有2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 吵得挺不开心的我就把电话挂了 结果没想到呢 他老人家和我妈妈一起给搭车跑到我的学校当着我的老师 我的我的同学的面扇我耳光 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我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心理非常非常不好说 我因为我每次找找心理医生换心理医生的时候这些事情我都要说 对吧 我感觉就是在接自己上班这些事情就非常不好说啊 当然虽然您可能作为听众啊 会觉得这些事情挺奇葩的 您听到这些有多好的一个故事啊 但是作为一个这个当事人来说 我觉得能够在那种情况下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除了这种暴力之外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最大最大的一个怎么说摧毁吧 叫冷暴力 包括这种从人格尊严这样一些打压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从小其实也没有被没有被什么就是多去表扬过 反而更多的是被批评啊 更多的是用各种这样的事情啊 我没有体验体验过什么什么样的关系 这也是真的 比如说您看我这胳膊上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我当时在那个读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做实验啊 这个刘芬就就就不小心了嘛 这底下当然有我的原因了啊 这个这个防护服反正这个穿的是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去医院去看嘛 然后这个其实也还好 我们实验室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对这事 嗯就就就都都挺关心的 是吧我觉得他们都是都是很好的人 是吧 然后在医院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些治疗包张 但是现在这还有痕迹啊 但是我把这事告诉我家里的时候 他们啊我接到家里的这个反馈 你倒是什么吗 你这样影响不影响你导师对我的看法 那就这个样子 就反正就是有暴力没有关系 然后很多的这种冷暴力 您知道有个词叫文过是非 或者说对吧 这我父母您要说起来也都是文化人 也都是那个年代的本科生对不对 这个文化程度还是相当高的 这家里面也也是放了很多书啊 所以说讲起道理那真是头头是脑 这我后来很久很久之后 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对的 那能说成是错的 错的能说成是对的 黑的能说成是白的 白的能说成是黑的 所以说我讲过中国的很多文人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通病啊 这个我为什么对这些东西是切齿痛恨呢 这个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后来就病了呗 就抑郁症了呗 然后吃药嘛吃药那个那种药你知道是什么吧 那种药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你会变困 然后你变困之后你就你就一天都昏昏欲睡的就就就跟这祸似的跟这祸似的 一天你就是这个样子 他他那个样子就是逼迫你不去想很多的东西 你就你就睡吧 你就这么睡过去一闭眼一睁眼啊 这个天亮了一睁眼一闭眼天黑了 就这种感觉过得跟行尸走肉似的 对吧 我们拿着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诊断报告 我说我要不要休学一年啊 这个父母说不行啊 你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个邻居面前多没有面子啊 就就住这个样子吧 然后那怎么办呢 那就自我聊预备 对吧 那我后来这个有了工作吧 然后这个有了收入 然后我就去自己找这种心理各种各样的心理医生啊 各种各样的心理医生啊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诚挚的建议 就是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讲 中国大陆我很少见到什么靠谱的心理医生 所以说对 你要是看哪些心理医生 他顶着什么什么各样各种各样的头衔的话 对那也是要打个折的吧 对吧 比如说我遇到的这些心理医生 我遇到的一个心理医生啊 对就比如说我当时跟他去讲我遭遇的这些事情嘛 然后然后讲了大概有几次吧 然后他说你不就这点破事吗 那你看这样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其实啊对于一个有意欲症的人来说 对于一个这个生活陷于抑郁的人来说吧 这个最大的伤害还不是当时现场的第一次伤害 而是事后在心理上对他的第二次伤害 所以这心理医生就这样对我 然后你再比如说说你跟你父母和解吗 对不对 你你要你要那个你要你要孝顺他们吗 OK 然后那个你要回去看看他们吧 我一开始也是试图这么做的 然后我也是啊对吧 要回去嘛 买了一点买了一点土特产啊 买了一点这个当地的特产就回去带给他们 人家说什么 我不吃你带回来的东西 我只吃啊 那个你姐 这我有一个同夫异母的姐姐 他们说我很奇怪 我小的时候觉得对 他们是住女性的 我只吃你姐姐从哪哪哪带回来的东西啊 这样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好吧 那我就放弃了对他们沟通的一切念想 你要说我现在原谅他们吗 然后心理医生在劝我原谅他们 我试图这么做 我但是我发现这样做是以失败告终 所以我到最后我就算了 我也不原谅他们了 我觉得都已经抑郁成这样了 对吧 那我觉得在心理上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吧 要对自己好一点 你看我这个 这个手 我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黑天鹅没有 那里面那个纳塔利伯托曼 他会抠自己的指甲 我没事 我会撕自己这个皮 有一段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都已经抑郁成这个样子了 不原谅 那就不原谅吧 然后凡是想让我去跟他们和解的心理医生 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 对吧 那不原谅 那个原生家庭那件事情 那法语叫什么 这就是生活 这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对不对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然后我在思考啊 对吧 我说我这个抑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你知道什么吧 就是我小的时候被指责啊 你个白眼狼啊 甚至这个啊 你甚至甚至我爹说过此人赴尼纳粹 我要去德国使馆 就告诉你过哪纳粹了 这个话都能说得出来 等等等等的啊 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嗯 小时候受的伤害 因为他是我爹 我不能去当场去怼回去 那么后来到了学校 到了职场上 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会不由自主的去伤害你这种PUA啊 这种PUA会我做了一期节目讲PUA的可能稍后会播出啊 这个会不由自主的在伤害你 然后我会发现 当然我不是那种被迫害妄想症 这点我绝对不是 我只不过是想说 很多人跟我说话的时候会习惯性很强势嘛 然后会习惯性的 他其实潜台词 其实无非就是两种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 事实上很多人跟我说话还是相当友善的 但是有一些让我感觉不舒服的人 他们跟我说话 他们潜台词无非就两个 一个是我比你强 再一个是你这样 你少招惹我 你给我滚 无非就这两个潜台词 再没有别的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就是让你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人 他们说话 是不是背后的潜台词 无非就这两个 对不对 那甚至会无缘无故的这个摆谱 对吧 你比如说那有一次 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上大学那时候 我就就就就有一次吧 就那个跟那个同学开玩笑 老廖怎么没来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一个老师嘛 然后被另外一个老师给听见 你怎么能叫那个人家老什么什么呢 对不对 你应该叫什么 六老师什么什么 就就这个样子 对吧 你看 就就白普嘛 我觉得 呃 OK 就算我可能有点没有礼貌 但是我至少不是对着那位老师当时这个样子 那您这样子来修正我 您是在显示什么 对不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工作之后 你比如说这个 有一次 我在跟这个 一些同事 因为我讲过 过去是在教这个出国流行英语 对不对 我在教这些考试的时候 对吧 然后有一个同事 我说姚老师好 不要叫我姚老师 叫我Tony 一本正经的纠正我 我遇到了 有一些这样的人 然后这些人就会让我想到我的原生家庭 就会让我想到啊 他们就是在我面前白谱 甚至您比如说 哎 这就说到今天一个话题 就有人在我的节目底下留言挺出源不逊的 你有什么资格谈论这些 你做那个航母那个节目就就就就挺没走心 根本就没做功课啊 就类似这样 你无非就是啊 我比你强嘛 对不对 对那种优越感 在哪这个用我的好朋友赛艇队长的话说哎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想让你学弗拉夫说一句话啊 讲到这一点我特别佩服赛艇队长跟那个谁跟成慧之后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挺幽默的挺乐天的挺达官的 这些三挺队长说话那真是那个邂逅与排比是源源不断 我对他的这崇敬是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那成慧也是啊 这弥勒佛啊 这度大能容天下之日 哎 像我这就不行了 学渣小度机长不能忍 所以说从我这抑郁当中我学到了一刻 您知道是什么吗 谁就要是对我当时做了侮辱用英语 If somebody insulted me I should attack back at once 我应该立刻给予回应 对吧 你别憋着 我小的时候看过那个哆啦一梦 极其梦 你记得吧 那里面有一个故事 让人想特别深 那个胖虎不是啊 经常揍人吗 对吧 里面那个大熊经常 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经常经常的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说你啊 没疼吧 然后那个大熊就非常非常的沮丧 那么多拉一梦给他从那个口袋里掏出来一个道具 叫什么呢 生气停止棒 麻麻棒 这个胖虎一旦一旦生气了 你拿这个棒在他嘴上啪一下 摁着 然后就那个什么 他就不生气了 他再生气 你再再啪一下 摁着他就不生气了 大熊就嗨了 你知道吗 天天就去踹胖虎屁股 然后去去找胖虎麻烦 让胖虎只要一生气 然后就啪一下把这个棒子甩到他嘴上 然后这胖虎就不生气了吗 然后多拉一梦知道说你这样会有惹麻烦的惹大麻烦 你知道吧 人这情绪一旦积累起来 得不到这种抒发 那会爆炸 到最后你这样子就会像火山一样爆炸 最后把那个濒临爆炸 那个胖虎给放到那个空地里面 然后嘣的一声 就这个样子 情绪爆炸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看 如果谁给了我这种负面的情绪 我如果不反击回去的话 你让我这个情绪在心里发酵吗 发酵到后来真的就是非常可怕的 我从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里面 已经受够这样的苦了 所以说我非常感谢 有些朋友在我这节目底下说 这三鸣 你看到有些这个评论不太好 你就不要管他了 你就你就那个认他去吧 你也不要回击 这样子他们不就得逞了吗 谢谢您 谢谢您 我只知道您说的都是金玉良言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当时这个对回去的时候 哎 我解气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可能是我怂 可能是我这个弱啊 可能是我真的是抑郁症 这个样子 不得不如此 所以你看啊 这抑郁症跟那个心理疾病的人 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啊 对吧 所以这个以后 以后找什么 以后找合作伙伴 找自己另一半 一定找一个心理心智正常的 不要找这种有抑郁症的啊 抑郁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那咱们说回来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学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怎么说呢 我再次强调一遍 我还没有走出来 甚至怎么这辈子也走不出来 谁知道呢 对吧 这个寻机的同事跟我说 你难道想来抑郁症 你困一辈子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一开始来做这个油管啊 包括很多自己上进 很多的东西 我也是拒绝的 因为我觉得对 我这抑郁症可能做不了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寻机里面说了 这个咱们要我们看好你哦 你试试吧 然后我就试试对吧 虽然你看这个现在可能比起这个城会比起优然的定音量的确有点可怜啊 但是还好这个做做起来这些东西整体的目前来讲大开心还是大于不开心的 那么既然这样呢 我就会做下去 要是哪一天不开心大于开心了 那可能就不做了吧 然后对这个这个事情 所以说就什么就做这个频道 但是做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也是我个人的 我不想把自己当成一个公众人物嘛 对吧 我自己毕竟也是有自己的脾气 所以谁要是你对我出言不信 特别是那种 刚才我说 我在那个社区里面说的 有些人看起来没有骂脏话 看起来没有怎么怎么着 但是阴阳怪心 每个字都扣着敌意的那种不好意思 我也给您屏蔽了 这点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您要是觉得我这抑郁症患者爱言 那没关系 您直接取关啊 这个油管上正常人那么多 我这么一个 卑微之人 抑郁症之人实在不足以让您去这个劳烦关注啊 所以讲到最后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你要说自救成功了吗 远远没有 但是你要说这个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 就是不要试着去转移注意力 谁给了你这种情绪的垃圾 本来就已经很难过了 一定要当时就怼回去 如果当时怼不回去 您要找机会把这个东西拐弯抹角的弄回去 或者至少要表达出来 您看这个历史上很多那种受压迫的族群 他们一开始觉醒不也是从讲述开始的吗 那黑人一开始是不是在讲述我们的历史 对不对 讲述我们受压迫的历史 汤姆叔叔那个什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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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着 那个林肯内战之前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叔叔的小屋来着 忘了 应该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吧 对 然后你看女权是不是也是在叙述 女性悲惨的历史 只要一个东西能被叙述出来 我觉得他就见了光他可能就会有好的那一天对吧 我看过一本半自传体的一个女性作家的小说吧 叫这个叫什么那个芒果街上的小屋小屋啊 那里面有一句话 Keep writing esperanza that will set you free 对吧你要不断的写不断的写把你的这个东西给叙述出来叙述出来 或许有一天你就自由了呢 对不对谁知道呢 对吧 所以要么就是抑郁症的黑狗狗给他了 那要么将来可能会好一点 大概也就这个样子 所以既然你们要说抑郁症嘛 那我就叙叙叨叨说这么多 那这个话题真的是不想再轻易提起来 因为啊已经跟心理医生提了很多次 然后这些心理医生真的在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靠谱的 这大概不是我的问题 关于这个话题啊 那个咱们今儿聊这么多吧 以后再想到什么更好的话题 咱们今后再聊 谢谢 谢谢这个桃桃小伟伴啊 陪我这么久时间 我们下期拜拜